本地有一个地方有着各种的工具和机械 貌似是工厂 但其实是医疗中心 那就是新加坡唯一一家 足部医疗与抑制设计中心 随着人口结构变化 市场对辅助肢体行动仪器的需求 不再限于节肢病患 上方保健带您去了解一下 这个领域的发展和变化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 这是我们诊所后的工作方 那么这些都是帮我们制造 医疗和脚型器的幕后工程 成都生医院的足部医疗与抑制设计中心 已经成立40年 是全国唯一提供综合足部医疗 抑制和脚型器服务的公共医疗中心 如今中心内每年能够为各年龄层的病患 提供两万六千多次护理 有很多人他们不知道 医疗和脚型器的分别 这里有抑制和脚型器 这是小腿医疗 那么这就是大腿医疗 医疗就是帮那些节制人士 恢复他们的行走能力 怀族脚型器是用来支撑 中国风或者是有脑瘫的人士 帮他们支撑他们的腿部 让他们走路比较轻便一点 这就是脊椎脚型器 脊椎脚型器就是为了一些患有脊椎操弯的 小朋友而设计的矫正他们的背部 由于本地人口老化 节肢和中风病患增加 一支与脚型器设计中心处理的个案 从2011到2015年一度激增40% 中心近年来也积极寻求创新的解决方案 引进三维技术将制作工时减半 制作出的辅助器也更合身舒适 传统的过程 我们需要先把病人的腿部 用石膏缝带抱起来 制造一个石膏外壳模型 之后我们就会在这个外壳模型里面 倒一些石膏粉 复制病人腿的形状 有一个立体模型 那么这个石膏立体模型 我们的一支脚型师会在于加工 把它塑造成我们理想的设计 传统一支和脚型器的设计和制作 费时费力 对病人来说也十分折腾 从打这个石膏模型 之后就需要三到四个礼拜的时间 这3D制造过程 跟传统的石膏制造过程相比的话 可以减少一半的时间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平板电脑 扫描他的大腿或者是身体的部位 然后这些电子模型 就可以在电脑再加工 直接送去3D打印 对已经在中心接受多年治疗的 肖宇斯来说 他对三维扫描和打印技术应用 感受特别深 三维打印的怀祖绞型器 使用更轻 更有弹性的尼龙为原料 病患穿戴起来更加舒适 更适合长时间穿戴 除了质量比较轻 其实我们在3D打印 我们也是可以打不一样的设计 我们这边可以做几个设计 我们可以跟它抛空 给它比较减轻 或者我们也是可以再加工 跟它做美一点 好像手机我们可以是换壳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一样 做不一样的设计 这家三维技术公司 因为看好三维打印 在医疗上的应用 因此和成都生医院 一起携手研究应用方案 目前公司负责 足部医疗与抑制设计中心 所需的客制化怀祖绞型器 其实3D打印在制造行业 有很多的强项 环统之前它们是 六到七个星期 如果我们用3D打印 变成两个星期 因为3D打印是一层 鞋一层 所以叶复杂的东西 在3D打印不是一个问题 反而是一个它们的强项 新一代的怀祖绞型器 色彩丰富 设计独特 照顾到穿戴者 医疗以外的需求 战斗生医院的足部医疗与抑制设计中心 采用三维技术5年来 除了照料自身医院的病患 也协助其他的医院成立脚型中心 让行动不变的病患 接受一站式的医疗服务 免受奔波之苦 在足部医疗与抑制设计中心的协助下 主角富裕医院成立了儿科脚型中心 让下肢和脊椎发育异常的儿童 可直接在院内量身定制脚型器 省时又便利 通常我们看的病人是脊椎侧丸的小孩子们 通常他们是从9岁到12岁 脚型器最主要的作用 在于支撑发育中的脊椎 让侧弯的状况不再继续恶化 在他们发育这段时间 他们的恶化机会蛮高 所以他们要穿这个脚型器 来调整身体 通常脚型器好像一个衣服这样 是绑起来的 我们的目标通常是 不要给那个病情恶化 主角富裕医院的儿科脚型团队 在成立脚型中心之前 一般定制脚型器的平均等候时间 要4到8周 如今已经缩短到3到4周 先进的三维雕刻机 能够根据脚型师传送的三维扫描图档 精准雕刻病患的体态 接着就是用加热后的大片塑料 覆盖在模型上 冷却后成为脚型器 让病人穿戴 他们一做那个模型出来的话 那个模型就会被派回来我们的医院 从模型的方面 我们就可以把脚型器做出来了 所以现在在我们的医院 这些病人可以得到一张式的服务 他们可以看医生 他们可以看我们 如果需要物理治疗 他们也可以看物理治疗 在我们的医院 他们可以得到所需要的帮助 采用了数码科技和三维扫描 脚型师们现在可以直接 在电脑上利用电子模型 对抑制和脚型器的厚度 舒适度 结构进行修改 也能将设计成品 以三维影像向病患展示来进行沟通 让病患参与设计过程 这些优点在传统制作过程中 都是不易达成的 我们有一位病人 他右臂的神经线受损 以致他不可以用他的右臂 这个辅助器就是把他的脚 固定在他的肩膀上 这个形状就是依照他的肩膀的形状而定做 所以他的舒适度会比较强 然后因为他也更稳定 本地目前没有针对 抑制与脚型器设计的专业科系 抑制脚型师 这个鲜少出现在聚光灯下 但是又对很多人举足轻重的行业 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 有一次我刚好去参观这个 奖学金的展览会 就是在那个时候就知道有这个 抑制脚型师的这个职业 第一次我就觉得这个职业是蛮特别的 因为它结合了科技和艺术同事 也可以帮助一些病人 从那时候我就决定我要加入这个行业 即使医疗科技不断发展和进步 但最终还是需要像智慧和勇集这样 有热忱的抑制脚型师来帮助和照顾病患 让他们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通常我会看到他们长得很大 如果他们成功了不需要开刀 我已经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满足感了 我觉得我可以为他们做出一点贡献 我已经很高兴很高兴了 当做一个医护人员 我们加入这种行业 本来就是要帮助病人 所以当你看到病人成功地用到 你设计的脚型器或者是抑制 然后提高他们的生活素质 你就会觉得很欣慰 很有满足感